早上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就是同享福音的好處 我們要知道 這個東西是好吃的東西 因為我吃了以後 我是很健康 你一定會把這個好的東西 來告訴你家裡的人 或是你的親戚 或是你的朋友 所以你到處會去分享 那麼分享是一個很輕鬆 有快樂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去分享 而且因為我們去分享 去傳福音 阿神又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什麼叫做福音 那這個分享福音的好處是保隆所講的 我們來看 我們要進行非常非常感激 我們來看福音的好幾年 我們來看福音的好幾年 還有很多百日子 還有每個兩年的寶寶 我們要去傳福音的好幾年 我們要去傳福音的好幾年 保罗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他的事情跟传福音都有机会和街号的 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就是要让人跟他一样得到福音的好处 其实这个得到福音就是享受福音的好处 所以因此传福音本身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所以夜传福音 夜快乐 那么首先我们要谈到有关什么叫福音 圣经里面有好久会看到的 那其中这个约翰呢 他讲的福音是比较有深度的 那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圣经里面有福音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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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民歌的門戶 女歌是無奈玉穀 啦,其中故四選 bland 反而是2選 忠實美好的 出品節詞 我們就不必主持這個2選 題詞 那英语要讲很多 所以马上跳到第十四节 来一起念十四节 我们看十四节就比较无议了 第一节第二节讲着道 到十四节你就看得很清楚 就是道成了肉身 那我们不用多呢 书上来讲说神成为肉身的意思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 就是两千零一十九年前 已经降生来到世界上 那么耶稣在这里很简单做解释 那么这个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那么这个恩典呢 充充满满的恩典是指出肉体光明的 然后再来充充满满的有真理 所以我在查考圣经的时候 这个恩典是指出肉体光明的 这个我非常赞叹圣经 书讲的没有遗漏的 他什么都估计到统统有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个人在肉体上的需求不一样 只要是对自己有好处 对别人有好处 只要能够荣耀神的 这个是属于肉体方面的 神会通通给你 实在太丰富了 那么再讲到满满的有真理 所以在真理上 主耶稣救命满满的智慧 所以说我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我们很清楚这篇圣经 我们会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富足的人 那么为什么是最富足的人呢 座题上充充满满的 有神的恩典 那么在真理上充充满满的有真理 所以说我们要很喜欢圣经 我们要很喜欢听道理 那么这个约翰谈的是 大概是这样 但是这个宝龙如果讲到福音的话 他不但讲得很深奥 但是也容易明白 我们就来看一幅首书第三章这里 一幅首书就是第三章这里 是这个宝庙的观众 那么这个宝庙的观众 是这个宝庙的观众 是的 这里讲道 请体谅我 因为你们曾经提到 神给我的恩典 不要去传福音 他前面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要讲到福音 我很了解 因为传得给我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在第三节记载 他就讲到福音的好命 第四节讲到基督的好命 那么在第八节 说他的福音的丰富讲不完的 那么第九节记载 这个福音从以前就有了 但是这是隐藏起来的 所以在旧一时代 他们不完全清楚福音 到底是什么 所以主义书怎么讲呢 所以你们查靠圣经 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以为呢 各他的还不确定 各想而言 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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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一时代是这样子 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时代 来看旧一时代的福音的话 他就很容易抓到了 他就很容易抓到了 这个药品呢 我今天不讲这个药品 这个药品呢 我今天不讲这个药品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华文 他说这个福音塞太丰富了 所以他就是归道的药品呢 这个隐藏的奥秘 还有这个奥风帆 第十节译 天网把祂划划起来的 天网月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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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 所以我们要感谢主 甚至这位教材 他们非常明白这个福音。 因为一般的教委所传的福音,只不过是肉体上的福音。 没有错,在肉体上,他不会有老师的祝福。 但是呢,没有真理。 怎么没有经典过? 有什么正经? 他们讲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正应耶稣教会。 所讲的福音,就是主耶稣所讲的。 就是天国的福音。 对呀,一般的教会讲是地面上的福音。 就是肉体上而已。 我们正应教会所讲的。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但是在肉体上的福气,我们可以得到。 那么天上的神的永生,活不得盼望,我们可以得到。 很奇妙的。 通过正经耶稣教会。 这种丰富的神的恩典通文通,显露出来。 那么保罗这样勉务这样勉务,但是他不是只讲了就够了。 他很普及的希望,每一位神的子民都能够明白福音。 他不是讲而已哦。 而且他讲的时候,他非常相信。 他今天是世界。 三章十四节。 三章十四节。 所以他说,他栖息啊。 他故意还是怎么为我们祷告。 他虽然讲得很详细。 他虽然讲得很详细。 恐怕呢我们又听不懂。 所以有时候我在免利弟兄姐妹的时候, 我说你懂多少? 还不到一半。 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讲得更详细。 其实我一直讲得很简单。 好,三日马上陪他。 来,要快哦。 一加一多少? 很快很快。 如果能够都回应这么清楚就很好了。 所以他都保隆你。 他一直为我们祷告。 希望神的丰富的荣耀,你们都明白。 神的灵在里面里面,让你们心里刚强起来。 最主要要明白,耶稣的爱有多大。 他说多大呢 长 阔 高 深 没有办法去量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所以我们要更清楚 教会有教会的规矩 比如说你做错 他就有这样一个规矩 已经画好了 这个规矩 但是我们不要放弃耶稣 因为教会是为了我们这个规矩 有处理处理的方法 但是我们不要离开耶稣 我们要清楚这一点 我们不要因为有些事情受到影响 神的爱是超越人的思维 我们有时候就看到人给我们的爱 其实人爱是这样 在观光里面这样而已 最能不展现神的爱的就是妈妈 但是主要的爱又超过妈妈的爱 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的话 我们的心里很强 我们的心里很强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到处就是光 我们这个赞美是427首 427首 那个副歌是这样唱的 因为阴下夜过了以后就是晨光 不是一直是黑夜的 第二天就有晨光 那么黑夜一般讲就是 讲到就是患难 或是罪恶 但是我们抓住耶稣的时候 然后就像太阳一样 到中午的时候 就像太阳一样 到中午的时候 哇越照越清楚了 没有黑暗的存在 所以我们把这个爱带出去的时候 走到那个地方 黑暗就消失了 那我们遍地都有福音的广场 那我们遍地都有福音的广场 相当的福音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讲到法洛桑自己扮生 是怎么样被福音光照的 是怎么样被福音光照的 他是要准备去做坏事情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坏事情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坏事情的时候 要去抓那个传福音的人 因为有一个传道的人 实际上已经被杀死了 他想说 还有人心也说 要去抓 他就想要去抓 他就想要好 他就在地上 要去抓 他说 祖王瑜是谁 他说 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 我逼迫的是神 原来那个是耶稣啊 他说 祖王瑜传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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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三天下宿 三天没有吃饭 后来 后来神就把他医治了 他就开始从传福音 他就传福音的时候 神与他存在 从小瘸腿的人 他能够奉主圣赞他 起来行走他 他跑起来以后啊 我宿主圣赞 有很多人去拜祂 民佑瑜传宿 不可是拜我们啊 我们是人啊 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给你们 就是要叫你们离开这种虚幻罪喔的事情啦 本來這個道理是很好的 不相信的還是不相信 後來人家就想辦法把保護打死 哪是懂 打死他 因為是在城市裡面 又把它拖到城外去 好像一條狗一樣 把它拖到城外去 但是後來他心情來了 他繼續進到城裡面 來勉勵弟兄姐妹 他沒有放棄他的信仰 他沒有放棄傳導的工作 因為他很清楚什麼叫做福音 我這樣的罪人能夠得到這樣的福音 他真的充滿了感恩感謝的心 他非常清楚 這一生他得到的福音是最寶貴的 他說 我認識耶穌基督為之吧 全世界在讀得法規的東西 只有耶穌基督最有價值 比較起來的話 跟耶穌這個世界呢 耶穌是自保 世界是分土 讓耶穌基督最有價值 也很深刻 保留信實到這個福音的那種價值非常高 所以他很堅持這個福音的工作 而且有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来做见证 主耶稣说 今天我要把六文拿走 简单说 你今天晚上会死的 中午会吃的下饭吗 有时候他能把六文拿走 他能把七百年车的 结果很清楚告诉我 让你死掉的话 马圣洁对书能把六文拿走 他能把七百年车的 我们有几个能吃的下 他能把七百年车的下饭 或者告诉他 到处打电话 耶稣说晚上都死了 对 没有人和耶稣 要用他 能把七百年车的下饭 如果我死了 我有一处 因为我一处同在是好的儿比 这是这个福音给他的信心 一个人不怕死的话 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 为什么他不怕死啊 因为他知道他死了以后 他会永远的快乐 我相信大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领修 我们希望要努力练修 努力学习 能够达到不怕死 这样子最有福气的人 我们要知道 福音带着很大的那种能力 很多好的见证 上午结束以前 我先讲到 我得到最近的福气的话 好 先来看 看我的身体 肚子哪里去了 弟兄以前不是胖胖吗 我最重曾经达到86公斤 我上一次骑马德王 一秤75公斤 难怪起来动作很轻松 我先讲到 十一月二十六到二十九 在这里的阶层 不是在有间谱 在学到的人 我在其他地方 不可能没有 我有曾经常 尝试过要继续祷告 那一天三天三夜不止不合 那一天三天三夜不止不合 那一天三天结罪 少了六公斤 那一天三天结罪 少了六公斤 那个体重减少还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他把我的胜利 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把国家为主 麻烦麻烦 那是很不正常的 现在不会 再讲最近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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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回来都是客人 我现在也回来都是客人 这样安排我期待 我就去哪里 然后传道 这一次你们要去那个 就是这个月 今天是二十六号 然后十七号去了 要到八十三号才可以来讲 因为有一个大学生 其实他现在是储备当英文老师的 在马多王宣殿 在三个月的二十六号来这边 来到餐厅底下 那时候星期三 他们都要出去点困 可以继续 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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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带 一百五十个学生 从马多王来到今天 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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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我講說 這麼好的消息啊 我就告訴團道幫你負責人啊 他們又上來 語趣很強 你們知道嗎 從這邊到馬段 295公里啊 雖然我們可以開車 我們就叫他開 還有阿姨 叫他開 直接開 要有精神 到班路就喝冰咖啡 那天跑幾公里知道嗎 295公里 料到公英的家 338公里 還叫他開車的浪漫 叫他開車的浪漫 叫他開車的浪漫 那麼這個多少 需要 343公里 是嗎 還不是 我說333公里 但是到了晚上 哇 放出來的 肚子睡 第二天 也是一樣 怎麼辦 但是沒有影響我們的精神喔 從17號晚上開始 結果呢 一直到20號晚上 臭 停了 三天了 我特別到米店 那個地方秤啊 那米店 75公斤 這是我三年 三十多年來 夢寐以求的 三十多年來 希望說我能夠到75公斤啦 我身體沒有受到影響 沒有因為是吃什麼藥這樣子 那個的 肚子也不會痛啊 好了 做主功 不吸功 而且那個目道者也得到聖靈啦 你看福音帶根的好處多好 這樣床會不會很快樂 那方方你一直點頭 要不要穿不穩 那方方你一直點頭 要不要穿不穩 這樣方方的靈魂 方方的靈魂 剛才像花人傳啦 剛才像花人傳啦 因為我們這裡也要建立我們花人的教會 我應和感 面風風 穿穿穿穿來的地形 你們不要也不可能喔 我們一家一家來這裡 你們通通幫過來了 從中國到這裡 好嗎 你說好 真的喔 大家一起努力好嗎 福音帶根本太多好處的啦 感謝著我們 我們健康在教會 真的 大家對一個團隊精神 教會安排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真的 我們要很快樂自己做 呼應的好處太多太多啦 所以說 我們要盡心 盡力來做神的工作 幸福媽媽這個人身才 又健康的樣子 又輕鬆 你知道嗎 我這 最喜樂的心 來唱兩百七十五首